紅毯 紅毯應該會有不一樣的風貌 我覺得剛剛好挺想到 對的時候 視網膜轉過來看我的胸口 沒有 因為我想說 你麥克風 你麥克風拿太高了 就是這樣 麥克風沒有出來沒關係 但是那個要出來 那是我們這樣嗎 視網膜主持金鐘 超時就吞香菜 菜上滑端雙奶 夾縫中求生存 其實我今年在 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 我可能就是負責 有其中幾段 然後後來發現 我自己其實是要 獨挑大梁一個人的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緊張 有時候晚上都覺得睡不著 然後緊張到快吐 因為我上禮拜打疫苗 那時候想說 副作用應該會很嚴重 結果我發現副作用 沒有那麼痛苦 來準備金鐘更痛苦 視網膜今年首挑大梁主持 10月2號金鐘五六頒獎典禮 今天記者會上 跟主持紅毯的拆上滑黃毫瓶 唇槍舌戰非常精彩 演藝圈呢 我學到非常重要的一刻就是 火 板 麵 所以呢 去年的金鐘獎啊 我的衣服呢 就走的主題就是 開低走高 我果然成功拿獎 所以今年 大家有感受到我的主題嗎 就是呢 我希望能夠 獎鳳中求生存 我也非常期待 第三次能夠主持到紅毯 可以帶來不一樣的火花 你連續第三次主持紅毯 我一定有 我才想問你 你一下子做電視金鐘的串場 然後跳去做廣播的主持 然後再跳回來做電視的主持 你這一頂都不專一 你怎麼把握 有把握在可以把典禮做好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去年一上台的時候 那個致詞就用了90秒 讓你的搭檔 成哥都沒有話可以說 感謝你成就我們這個 超實的典禮 所以呢今年呢 我就會賦予一個重責大任 就是我要來管理時間 擔任一個時間管理者 典禮可以順利在11點20 11點30以前結束 我覺得是我這一次 典禮主持上最大的一個目標 那你要不要立一個flag 就是如果你沒有達到的話 你要 每超過一分鐘就吃一片香菜 這樣可以嗎 喔 我們就吃一杯果汁雞在台邊 然後你只要超11分鐘就嗑一杯 欸 所以我覺得是我這樣子速度很快 有啊 我覺得他可能後台蠻硬的吧 欸 沒有 妳就不怕這句話被寫成標題 別這個啦 妳為什麼要講出來 妳為什麼要講出來 不是完全只是要落的 為什麼就是要落的 那台人沒用 歡冷法 就歡冷法 歡冷法 歡冷法 希望我們也公布走紅潭的女伴 就是她的愛 喂 全幼子 如果她不下禮車的話要怎麼辦 那全世界就會看著一個人拉著狗下車 或者是裡面要有人把她推出來之類 就會讓她可以順利的下來 但她如果下來以後她狂奔 自己走跑很快 不會不會 她算是個性蠻好的狗 會找女朋友啊 我沒有 哇 厲害耶 就帶幼子 幼子就是我的女伴 你怎麼流汗了 我覺得如果要談戀愛 應該也要很久以後 你空窗幾年了 三 為什麼我們剛剛說要等很久才有 你還在療傷喔 沒有啦 我自己現在也沒有時間 而且我覺得我是不太會經營感情 如果就交個女朋友的話 應該也是一兩週就分手了吧 好